講問她說因為那個嬌哥呢 都在擺放 她有沒有 老師說我也不太清楚 然後我不太會去問他這些相關的問題 因為我希望他自己準備好的時候會跟大家去 對對對 我覺得嬌哥他會自己會有一個 讓他自己能夠再出現在他的舞台 他的喜歡的工作上面的一個時機吧 這是一個契機 我想我們需要一個契機 比如今天受解的邀請 感覺您今天新喜歡的嗎 我有點 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也本想說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可以 就是看到媽咪的展覽 然後就是親自到現場去看 又要在旁邊 又要在旁邊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要帶著玉米一起來看 等於是乾奶奶的作品 乾奶奶的作品 乾奶奶的作品這樣子 對然後看到非常多前輩一起共襄盛軍 然後剛剛還沒 我們去找一下阿姨 抱抱好不好 沒有因為我原本想說我一定要帶玉米來看 因為我發現我之前帶玉米看展覽 他自己都很喜歡 他會很認真的看 只是因為今天可能人比較多 他就是 有嚇到啦 有一點點 嚇到 等一下一定還是要帶玉米 就是每件作品細細的看 對最近已經開始拍戲了 然後正好今天有就是特別留下來 我想說一定要來看展覽 謝謝女兒 謝謝 有機會什麼時候可以跟大家見面 發作品 我也不知道 我也還不知道 可是是不是離家比較久的時間 因為要南線 對正好都帶來中南部 所以就是去一趟 有時候都至少要兩天入夜這樣子 對有的時候如果來得及就是趕著一天來回 對是蠻辛苦的 但是又很練家很想趕快回家 對家 講問她說因為那個 嬌哥可能會在台方 那有沒有 那有沒有 有機會 有機會 對 老實說我也不太清楚 然後我不太會去問他這些相關的問題 因為我希望他自己準備好的時候會跟大家去 對我覺得嬌哥他會自己會有一個 讓他自己能夠再出現在他的舞台 他的喜歡的工作上面的一個時機吧 那是一個契機 我想我們需要一個契機